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力,欢迎收看大力看电影 今天大力给大家讲一个老婆婆在公交车上看到三个鬼 好心提醒小伙,小伙就不领情的故事 这一天,一辆老修不堪的公交车行驶在44路线上 车上坐着的是几个呼唤欲睡的乘客 到站以后,又上来三个脸色白净的年轻人坐到了后排 车子刚启动,一个老太太突然抓起旁边的小伙喊道 停车,停车,赶紧停车,这小子偷我的钱包 小伙一脸委屈,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可老婆婆还是不依不饶把他救下了车 车子走后,老婆婆语重心长的告诉对方 刚才上来的三个是鬼,要不是我提醒你下车,你早就没命了 没想到小伙听完去不领情,还骂他脑子有问题 可没过多久,听说44路车司机无缘无故辞职不干的消息 此后,末班车线路也被空了出来,无人接手 一名叫阿飞的男子不请自来,又是托人又是送礼 好不容易成立一名公交车司机 就被领导安排去开44路末班车,补了这个空缺 第一天上班,可把他累坏了 送完最后一批乘客,阿飞就准备收车回家 可车子开到一半,居然自己停了下来 车门突然打开,只见一个红衣女鬼 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上来 阿飞被吓得不轻,赶紧向后视镜看去 想验证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 哪只一眼望去,居然满满一车的鬼 看来这末班车是不能再开了 就找到老板要去换乘百班司机 第二天,车上两个小孩不小心说漏嘴 被阿飞听到,可能跟昨天的红衣女鬼有关 就一路跟踪他们见到了女鬼 还险些被女鬼解决 危急关头,一个小男孩出现制止了他 原来,红衣女鬼跟男孩是母子关系 因为儿子一次考试没考好不敢回家 就在意外自禁 母亲为了寻找儿子,过马路时被汽车撞倒 变成了现在这样 好在如今母子重新团聚 心事了结,终于可以转世投胎 这天,阿飞顺路去请女神莉莉回家 可是刚到,莉莉就打电话说遇见鬼了 让她赶紧过来 阿飞跑过去一看 只见她正早在门口小出来 却被反锁在屋内 两人只好隔着玻璃互相打气 跟对方谈起了条件 哪知这鬼不是别人 正是莉莉生前男友阿坤 阿坤因为投资失败受不了打击 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解决了自己 此次归来,本没有恶意 只是舍不得女友,想回来看看她而已 隔天,阿飞陪着莉莉来到男友坟前 一番致辞后,两人结伴离去 晚上,阿飞梦到一个被陌生女孩表达爱意 眼看就要发生些无法描述的画面 可女孩一转头,又被她的样貌从梦中杀醒 此后,接连好几天,都会做同样的梦 阿飞被折腾得不行 就去找张半仙帮忙 张半仙听后表示无能为力 要怪只能怪她上次 跟莉莉去扫墓 一时多岁跨了一个墓碑上的女孩漂亮 要是自己女朋友多好 没想到得偿所愿了 故事结束 看到这里,大力想问大家个问题 如果在公交车上遇到小伙子这种情况 你会不会跟老婆婆下车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 我会再看到后的第一时间回复哦 好了,今天的大力砍电影要跟大家say goodbye了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见